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就是不是丢公式 就刚刚这个是要丢公式 有没有把这个公式丢过来 这最简单因为你想说 你同学问我说老师什么方法 把以Sale函数 变VBA最简单 我想应该这个方法最简单 应该没有比这个 再更简单的方法 为什么因为程式真的不多 而且 步骤就两个 双银号变两个 OK 而且以后我如果我们用其他像把 你的那个资料变 变名称的话 连双银号都不需要 连改都不用 而且连IE这个都不用改 直接把公式贴上就好 不过前提是你必须学会什么 学会如何 定义名称 这边有定义名称 也就是把范围变成名称 用名称你完全不用改刚刚那两个 但前提是要先定义名称 这个我们后面还会再讲 更简单 OK 只是说我们按部就班来讲 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其实 讲太快 你们吸收不了反而是对各位来说是障碍 最后这个地方就是把最后结果 丢出来 那你会发现这个白的就没有 这个就是最后结果 跟公式不一样 丢公式的好处就是说 你只要公式写得出来 你就直接把它输出就好 也就是Essale马上可以变VBA 但是缺点就是怎么样 就是如果你资料多的话 出生格很多 没有 你会发现第一个 他会膨胀的很厉害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这丢空的没有 可是如果你丢公式 他就会放一堆公式 那如果每一个每个都做公式的话 你存档发现 档案怎么变这么大 几十Mate上百Mate都可能 第二个的话 资金效率比较差 为什么他丢 然后资金 丢资金 所以 小范围之下没有影响 但大范围之下 就会慢慢有感觉 所以你要必须要调整 不过以各位 现阶段来看 这样已经够用了 等到你慢慢会了 你再提升起来 慢慢慢慢提升自己的功力 但是我还是要讲 一个一个慢慢更多 他主要就是说我做法 基本上就是把 刚刚的那个公式的逻辑怎么样 转换成VBA的逻辑 所以 必须要做一些转变 哪些转变 第一个 在 Excel里面用Find Find就是在字串里面找某个字串有没有存在 可是在VBA里面 他没有这个函数 但是他 就跟刚刚一样 他 Text变成Format 一样 在Excel里面叫Find 可是在VBA里面叫 叫In Str In3 另外一个函数 不过 用起来都差不多了 有哪些重点我可能会讲一下 VBA有Mid 一模一样 所以用法一模一样 不用转 ifl的话 这边会有if 所以在VBA里面怎么去 判断如果 如果什么 如果找不到的话 那就跳过 不要做任何动作 OK 写法 我跟各位讲一下 写完的结果 云端上你也可以找到答案 但是我会按照步骤 State 这个是最后写完的 云端上有一份 除了写完之外 我上面会加什么 加注解 这个是写完的 但是我会怎么样 我会从头 交各位一次 所以我会把它delete掉 OK 那 以前同学说 老师男人可不可以是 可以现场马上写出来 而且 还可以讲的 轻松自在的样子 这应该是 很困难的 你们自己试试看 一边要讲程式 一边还要写程式 真的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有些老师直接就把程式放上 诸行诸行这样讲 这样很简单 但是你要一边讲一边打 这是比较困难的 OK 不过如果你不足以足以讲 你们还是听不懂 有了 可是叫你 从头写就不知道怎么来龙去脉 对不对 所以我还是 不过以后 之后这个后面就不会这样讲 刚开始会 但是之后如果你已经知道步骤了 我就不会 不知道每次都在讲一遍 太浪费时间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好首先第1个 我们把范围先确定 第2个做什么 基本上我的来运在这边 所以我一样 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Sales 这个储存格 一样的范围 但是我不是说丢空 我应该丢什么 丢这个储存 应该是这个储存格放前面 所以你会发现 一定输出写在前面 有没有 输入写后面 也就是说你要丢哪里丢B栏 丢到这边来 从哪边丢呢 从这个里面 所以你这边的话 当然你可以这样复制过来 这边改在A 不就好 但是你不是说全部丢 你这样丢的话 你就一执行 他变成 名称不能一样 他会跳错误 这个把它删掉 如果执行的话 他一定会出来 一模一样 等于COPY过来而已 所以这个其实是COPY而已 但我们不是要COPY 我要什么 把它里面 有什么呢 有那个 就是 前刮户后刮户 所以特别 刚才讲有个IN 这里 IN STR 指定就是说在这个 STR就是字串 在这个字串里面 VBA里面用的函数不一样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记得按F1 他会告诉你 刮户之后的话 后面 其实刮户你们会观察一下 他其实这边也会提示给你 有没有 意思说呢 从哪个字开始 然后找什么 不过其实 不用那么复杂 只要给两个字串 刚F1的话 是先前刮户 再去哪边找 这个有点像 只是说他的位置颠倒 所以特别是 他是先去哪边找 请你帮我在哪边找 请你帮我在那个 这个A栏里面的资料找找看 所以我就先把这个A栏里面的资料 去找什么呢 找前刮户的位置 我就跟他讲 你帮我找一下 他会告诉我 如果有找到的话 他会告诉我说 你的位置在什么 在123 所以A里面 就会放3 如果以这个A3里面来看 一样的方式就是在打个B B等于什么 找后刮户 所以 不然就是把这个 前面A这一行 直接复制一下 这个复制 到下面 然后这边把它改成B 意思就是说找到 那个后刮户的位置 OK把我放在 B里面 所以刚刚这边有找到这个应该是 9 所以 这个是3 这个是9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这边找不到的话 像A2里面没有前刮没有后刮 那怎么办 他回来就是0 OK那刚fine是找不到会变错误 可是instream如果找不到就0 OK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所以 如果0 这边也理论上也是0 那再来的话做什么呢 其实 就是把 我们这个地方加一个mid VBA里面一样有mid 所以你直接打 或者你直接打 VBA.mid 前刮户 前刮户 也蛮密的 然后要做什么呢 帮我 一样嘛 三个参数 都一样 第1个的话就是 去哪边 文字在哪里 文字在A里面 OK 那逗点第2个 从哪个字开始 从前刮户的位置加1 前刮户位置在哪里 在A 所以就A加1就可以了 逗点 A 后刮户位置 就B 减掉 什么 前刮户位置 再减多少 减1 不是跟刚刚公式一模一样 所以基本上 我们用in3 取代find 但是因为它会结果 会返回到A 变数里面 到B 这是前刮户位置 后刮户位置 切割的话呢 那就是跟刚刚公式一样 把它丢过来 可是特别注意 如果你现在 去把它执行的话 它会 出现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呢 因为赵大鹏里面没有牵挂 所以零 零 所以零 这边的话零加1是1 从第1个字 然后这边的话 零减 零 减1 变负1了 长度 几个字 负1个字 有这种长度吗 所以没有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你要必须 像刚刚我们是ifl if的话是逻辑 所以在VBA里面 你 很重要一点 你必须把逻辑判断 学好 这个地方刚好需要逻辑 那怎么加逻辑 我在上面先写 逻辑的话在VBA一定是if if什么 什么条件 如果当A怎么样 A或B 其实我们用A当 那个 代表 A等于零 的话 那我就空一个RAM 我就怎么样 不过其实这边逻辑应该 A如果等于零反正找不到 那我下面这个事情是当什么 A是要不等于零的时候才做 所以特别重要 请你把这个等于改成不等于 在VBA里面等于是写这样 不等于的话 记得是小于 再加一个大于 这个叫不等于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这个叫不等于 等于是就一般我们的写法 不等于的话就小于大于 如果当什么呢 当那个 所以特别重要 以后那个if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在回缺里面 通常会放逻辑判断 那判断的方法就是if 他叙述如果 底下这个条件 为true的时候 所以不等于零 表示说他是有刮糊的状态 then我们才做什么 做这个事情 把这一行的话 放到的 放到if里面 理论上按一个tab键 记得最后 因为在VBA 习惯上有 一个头就有个尾 像sub有 就会有and sub 如果没有and sub 承受错 所以这边要怎么 and and if OK 所以你会发现他一定成对 有sub就会and sub 有for就有nest 有if就会and if OK这个固定的写法 好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程式 就写完了 OK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其实这还蛮直觉的 也就是说把 fine改成in3 但是这个前后这个跟这个是颠倒的 有没有 先去哪边找 找什么东西 OK 然后mid的话规则都一样 应该不用说 if al其实用这个叙处 就是跳过那个等于0的 不等于0才去切 意思说不做那就过 OK 让我们来试一下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OK了 有没有 这边马上 那里面的话呢就是没有就没有 他就跳过了 那有的话呢 他就帮我把那些字 帮我放到这里面来 OK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但是有的同意可能会觉得这个跑太快 你把它清楚 如果你要让那个程式跑慢一点的话 你可以再找到一个功能 叫组行 后面叫f8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要组行f8 他会怎么样 一行一行跑给你看 比如说你不知道i里面放什么 有没有放 i现在等于2 然后呢 a里面 意思说这里面 a里面现在放什么 你按f8之后 有没有放到 a现在等于0 没有东西找不到 b里面放什么东西 没有东西 那是不是不等于呢 Force Force就是 不是 不等于0 因为等于0 所以 逻辑就是force 如果不等于0 那就为true OK 所以 跳过 意思说 我就不进去里面做事情 所以下一届就是我要做 跟不做 有点像那个机器里面那个筛选 你是OK的 你就走这边 你不OK的走那边 有点像那个闸门一样 帮你过滤一下 跳过了 nest 这时候nest nest i i现在等于3 就是下一个 就是换他 OK 然后呢 a等于多少 a现在等于3 有没有 就指的是他 b等于多少 b等于是 9 OK 是不是不等于0 这时候你把他选起来 有没有 等于true 有没有 他不等于0 因为等于3 所以不等于0 就可以把资料 切出去了 OK 当然如果你觉得手太酸了 你已经OK了 你就不用再一直按F8 你就直接怎么样按执行就好 那这一招的话其实还蛮好用的 可以帮助你 了解程序 程式的一些逻辑 OK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另外就是说我在云端上面的程式 有再加一些注解 OK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最好可以自己动手把从头到尾 把它打过一遍 如果你都可以打得出来 没有出错 那 恭喜你 你 真的已经学会了 OK 那那个 这个if的逻辑 很重要 很重要 因为以后回圈 是算是 男主角 if的话可能就是女主角 所以以后的程式里面 一定 通常都会有男主角跟女主角 OK所以这两个搭配起来 可以变出非常多的花样 OK 所以 刚刚我做的动作其实是有点像是把刚刚的 那个公式里面的 Excel里面公式把它翻译成VBA 里面的程式 然后我们用 Find 转成 E3 然后 Mid 一样 if L的话是利用那个if 逻辑判断 请各位试一下 另外如果细节不太清楚的话 可以参考 云端白 云端白板上面的程式 哦 可自己的性格 没有 预则